你们逛过电子版的两元超市吗 花了不到100块 吃的喝的买了这么一大堆 最近在网上我发现了一个超级便宜的零食 还有日用品的专卖的地方 像什么美工刀 鼻毛剪 套耳勺 抽纸等等 只要1块钱一件 还有零食类的 鸭翅 猪肉腐 牛肉肝 原价都十多块钱一包 这里卖只要3块3毛钱 所以我就淘来了一些 从这里我花了86块 100块都不到 小盒子这里全是日用品 然后这边全部都是零食 零食总共是3块3毛钱一样 然后这个日用品的话是1块钱一件 那今天咱们来看一下 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 它到底划不划算 先稍微整理一下 这些东西感觉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真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堆日用品 这个是平台限购20件 一件1块钱 我总共花了20块钱买的东西 先给大家说一下 总共买到的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 1块钱两把的美工刀 耐热防禁电刷子 大的小的各一把 理发师专用 鼠标垫一个 这个也是1块钱 修眉刀一盒 两把剪刀一块钱一把 勺子和筷子总共1块钱 这么长的数据线一块钱 胶带一卷一块钱 指甲刀一块钱 五根记号笔一块钱 三本作业本一块钱 一包湿巾 果蔬擦湿器 管道疏通剂 小白鞋清洗剂 洗碗锅刷 垃圾袋一卷 套耳勺六件套 加一个皮套的 这个也是1块钱 两支中性笔 带十支笔芯一块钱 以上就是20块钱买来的 20件的日用品 不知道你们看了以后 绝不觉得它划算 其实我觉得也有划算的 也有不划算的 你像划算的 这套耳勺 这肯定是划算的 对吧 带一个皮套 去外面买的话 最少得两块钱起步 这小白鞋清洁剂 这一罐才一块钱 两把美工刀 五毛钱一把 你且不说它质量如何 这搁点其他的东西 这还是比较快的 毕竟价格摆在那 所以它的质量也不会特别的好 但是我觉得就日常用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拿来塞塞块地的话 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另外我觉得就是 严重货不对版的 可能就是这个剪刀 它图片宣传的剪刀很大一把 但实际上我们买到手 那就这么小一个 不过一块钱的价格 它这个还是挺硬的 这个质量还是能过得去的 记号笔加作业本 我看一下 写起来没什么压力 你看 完好的 这笔五只才一块钱 还有这个笔 抄笔记的时候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是不建议用来考试 这很容易怕翻车 接着我们看看 吃的这一类 这个吃的同样也是限购20件 每一单的话是3块3毛钱 总共我就花了66块 然后加热用品是花了86 所以相当性的我感觉好的 我就基本上都买了一些过来 首先这个鲜虾片 3块钱10包 我真没想到 它一包居然有这么小 兄弟们长这个样子 不过吃的味道还可以 虾肉连加5% 那里面是有虾的 只是不多而已 反正就这一小包 相当于是3毛钱 里面有这么多 就跟去火锅店里面 吃那个免费零食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夹器米果 这个3块钱20包 相当于是这一根不到2毛 一毛多 真的味道还可以吧 看3块钱那么多 豆乳的蓬花饼干 这也是3块钱 10根3毛钱一片 豆乳味比较浓 这个是什么凤黄卷 也是3块钱10包 就是蛋卷 这些的话都是散装撑的 看着量大 实际上东西都特别小 那这边就是大包装的了 首先这个 这个是烤鸭脯 3块钱3包 1块钱1包 我当然以为鸭脯很长一根 他没想到这么小 这不是鸭脯 这是鸭脯 鸭脯也这么小的吗 1块钱1包的鸭脯兄弟们 吃的味道倒还挺好的 对比便利店价格 肯定是要便宜一些的 便利店最少一包得2块 但跟他网上宣传图片来看的话 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还有这个烧烤鱿鱼仔8包3块钱 这一小包是真的小 你对比盐包装你看看 爆炒鱿鱼 这里面还有杏鲑菇 我的天 还不是纯鱿鱼 就这么一点点 吃的味道你别说还挺好 一股烧烤味 3块钱我感觉是没两口就炫完了 而且这里面很多杏鲑菇 一口下去 嚼到脆脆的就是杏鲑菇 再加上这个辣子鸡 这3块钱一包 这明显的档子就上去了 对吧 3块钱一包的辣子鸡 就这个辣子鸡 我一直是觉得 我嚼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我是在嚼鸡肉 还是在嚼辣椒 还是在嚼骨头 就是一脸懵逼的吃 一脸懵逼的咽 只是看名字是辣子鸡 就吃的没有任何的感觉 来猪肉骨啊 这3块钱一包 如果单买的话要14啊 拼单只要3块 这一包还挺多耶 你看 就是一小包一个啊 我吃了 我怎么闻着一股塑料的味道 这个猪肉骨啊 配料排在第一位的 居然是鸡肉兄弟们 怪不得都被他骗了啊 名字叫做薄切肉腹啊 底下画了个猪的样子 钱一抹画兄弟们 让你觉得是猪肉腹啊 实际上人家叫肉腹 怪不得3块钱有这么一堆啊 你看 来牛肉粒啊 这个也是3块钱 3块钱这么多兄弟们 不过肯定别想啊 肯定不是纯牛肉 这是加那个什么大豆拉斯蛋白 一起做出来的啊 就长这种样子了 吃的倒没什么问题 一股豆制品的味道啊 牛肉味道基本上尝不太出来 我们基本上小时候吃的那种牛肉粒啊 它就是这种做的 卖的很便宜 它只能说是有牛肉含量的大豆制品 应该是这样说 就当一个解馋的那种 大豆制品的那种零食吃就还行啊 但是如果你说当牛肉吃 那肯定不行 因为这本身里面牛肉就少啊 爆浆的芒果味软糖 一包这么多 闻着芒果味比较浓 芒果量添加比较少啊 只有3% 全部都是柠檬酸 柠檬酸辣 柠檬黄 日落黄二氧化泰食品用香精啊 这就是软糖兄弟们 可以吃但是得少吃 波波肠三块钱一包 这就是那种一口肠啊 吃着一股那个淀粉味啊 一点肉味都没有 吃到的大概就是那样啊 还是要三个冲泡的东西啊 两个面一碗饭 这饭拿的最重啊 咱们就看看这个饭啊 米是最重的啊 这个应该是菜 不过这米都没打开啊 这里面就漏得出来 这就是做工兄弟们 盖上大概等个8分钟啊 冲完之后再加上它这个肉啊 我好像只看到土豆啊 没有肉啊兄弟们 这就是三块钱的葱泡米饭 所见的全部都是土豆 肉的话这有个肉丝你看 你别说 味道还可以 名字叫做土豆牛肉味啊 基本上牛肉是没有 全是土豆啊 毕竟价格百单单 三块钱一碗 实在没什么东西吃啊 我觉得可能才会吃它 要不然的话就但凡你家里有种泡 你可能都不会长到这个东西 你知道吧 所以呢今天买的这一堆东西啊 兄弟们总共是花了我86块钱啊 如果要让我评价 我觉得吃的还不如这个日用品 在现实中买一把这样的小刀 最少得两块钱左右啊 这才五毛钱一宝 要吃还是吃配料表干净一点的 这东西那就无所谓了啊 能用的时候就可以